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欢迎大家阿弥陀佛 那我们现在讲到课本344月 这里是讲到大圣的产定 那我们说过这个 陈某之报分作所谓的 它分五称三称及大称 主要分这三大部分 五称共法 三称共法 跟大称不共法 那么这个五称三称跟大称 它有所谓共 它就是有共同的地方 所以像五称共法里面 升天也要修定 但是它升天修的定 它讲的没有那么就是 没有那么多 那么这个 主要是讲修布施这些 然后慈见 那么定还是有的 所以如果我们 因为今天讲到大圣 我们就要回头看 那五称共法里面都讲些什么 三称共法又讲些什么 那我们可以稍微再 再就是参考一下 你说 因为现在要讲到修定的过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都有戒定会 但是它的戒定会 五称里面怎么讲 三称里面怎么讲 大称里面怎么讲 那到底差别在哪里 那我们看一下翻大课本 137页稍微看一下 这里讲到定 那前面就 讲到135页 135页开始看 因为它就戒 戒之后就定 但是它是简单 五称就比较简单 那你看 135页里面 五称共法里面 因为五称里面也有天 天色戒五色戒天都要定 所以它就基本上讲 你看 它就是欲乐不可酌 三万多众苦 依此住境界修定就有一个 就讲到定 然后翻过来看 那调色于三世 心一静明定 见离于分别 苦乐次地静 那么它主要是讲 简单的讲 调生 调醒 调心 那么 心一静明定 然后 就讲到四禅四空错 140页 因为这个我们都讲过了 但是它基本上可以 就是我们把它对照看 然后再看三圣共法 再看大圣不共法 到底不共在哪里 然后有些什么不一样 那其实最重要是发心不一样 但是我们稍微看一下 参考一下 那你看这里就讲到四禅四空错 此等四无量 那么这个就讲到四禅八定 好 那它就简单几个计理而已 那没有了 好 然后来讲三圣共法的定在哪里 在219 219月大概在这里 那我们就稍微来看 217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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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定是一样的 那其实定是一样的 然后它这里讲到修定的方法 不禁忌慈禧 二甘露 那我们可以对照一下这个 武僧共法里面的定 那最重要就是慈禧 那比如说我们再翻到141月来看 你看它四禅四空错词等四无量 慈悲息省 好 它就讲这样 它就讲这样而已 好 那你看再翻到这个三圣共法的定 它就讲到所谓的不禁忌慈禧 世民二甘露 因为三圣共法是要解脱的 那五圣共法是要升天的 它是不一样的 就是五圣共法是发正上心 它是要升到天上享乐的 因为它是五圣吗 主要就是人证跟天证 所谓的共就是人证 天证 僧文 圆解 菩萨共和 那所以它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是以身天为主的 所以它讲到所谓的四无量心 四场八丁 社无社界天 它简单这样讲 调生调死调心而已 这个是五圣共法里面讲的 那三圣共法它是发出一些要解脱的 所以它不是要升到社无社界天为主 而是要解脱的 方法就不太一样了 那就是要断烦恼 所以它这里讲到 那么我们看三圣共法 就是217 就是要离五一五干 因为这个是烦恼 这个是烦恼 那么修不静观跟语俗习惯 那么这个不是只有修这个 是以这两个 部派当中 就是生文的是以这两个为主 所以它说 因此而色心 色心得能正定 那么修定的目的又不一样 那么前面升天修定的目的 就是升色无社界天 五一共法 五称共法 修定是 但是它是要升天享乐的 它发生上圣性 它是要希望更未来得幸福快乐 升人升天 那人不需要修定 欲借天也不用修定 色无色借天要修定 那三圣共法是要解脱的 那么解脱 刚刚得定是不能解脱的 但你没有定也很难解脱 为什么 因为要有无若惠 无若惠要依电而发起 对GTGT也要未到地点 那样犯烦恼才能解脱 所以这个就差别了 所以我们读到后面 我们就来看我们前面 那么这些 因为它都有所谓的共的部分 五称三称共 大称不共是不共在哪里 所以我们稍微对照一下 那我们就会比较清楚了 所以它这里讲到 四禅四空处 此等四无量 那么这个是五称共法的 然后这里是色心得正定 能花正费者 就是要引发无若惠 这个221页这里 就是他把他的目的说 就是他要解脱就是要无若惠 那无若惠有七一定 那你看那个 这个五称共法里面四禅八定 四禅八定 这里讲七一定 就少了一个 少了一个 非常非常 这个不能引发无若惠 这我们之前学过的 我们稍微再把它记一下 所以它这个不能引发无若惠 所以这个就不在修学的方 你不能住在这个店引发无若惠 你可以修这个店 但你不能在这个店里面引发无若惠 没有办法 所以你看这个 我们对照看我们会比较清楚 在照看这样我们有助于 有助于我们可以融会贯通 所以他这里讲 这个最重要的是 因为他有所谓三真上学 真上戒 真上定 真上慧 那但是如果你是五称共法 那你只要有四间证件就好了 你不一定要有初四间证件 你只要没有邪见不会剁三二道 邪见会让你剁三二道 然后你不招恶业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修定 那是到更高的天界 那就四敞八定 那修四五亮性 那如果是要解脱 那就是最重要的不是定 是会 那如果是五称共法 重要的是借跟定 还有四间证件 这样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要解脱 那借定 定主要是引发无漏会的定 那会主要是初四间的证件 无产无我 主要是无我 你必须要有七一定 就是从初产 四产八定里面非常非常非常 不能引发无漏会 那么地四产是最容易的 那么其他的也可以 但是就是七一定里面引发无漏会 那如果再加一个就是味道定定 味道定定就是不能称为定 但是勉强称它为定 所以它不是根本定 所以叫做味道定定 那么它也可以引发无漏会 但必须要你的智慧很腻才有办法 那通常来讲的就叫七一定 通常就叫七一定 那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差别 那我们这样读书就是 我们要很能够知道 读到这个要举一反三 要融会关通 这个我们比较 学起来我们比较不会说 只这一块就落到那一块 那这一块这一块多不到一块 就不会这样 所以那你再来看 它修的法门就不太一样了 就以断烦恼为主 断烦恼 那烦恼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你五亿 那五亿里面不进关 其实就是离贪的 那属习关就是离散乱的 就是让障碍你修定的 那这两个是主要的 那么修定的目的 是为了要解脱 引发五诺慧 这个跟五乘共法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 五乘共法是正善思经 但是是直到天享乐就好了 就不太一样了 那所以这个是定的不一样 那要有初世间的证件 所以你看二百二十三件 慧血是初世间的证件 那五乘共法也有慧血 但是它是世间证件 它是世间证件 那么它重点是念佛念法 念生 念师 念天 念天 重点是这个 然后有些是求生禁止的 那大概这个是 这个是五乘共法讲的内容 那三乘共法就是 因为它是发出离心的 出离心就是要出离三戒 那么你之所以不能出离三戒 是因为你有烦恼 所以你必须要以断烦恼为根本 那断烦恼必须要有智慧想断烦 戒跟定都没办法 戒就是皇妃之后 皇户烦恼 定只是调福烦恼 只有慧才能断除烦恼 这个我们要知道了 那这个 三戒共法里面的定 最主要的就是要引发五乘恼 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 那这个是所谓的三戒共法的定 然后要引发五乘恼 五乘恼就是世间证件 那出世间证件主要就是如我 缘起如我 忠道如我 主要是这个 那你能够断了我见 你就决定可以解脱 所以后来他就开始讲什么是会 好 再来看 翻过来看三百四十九页 现在我们要来讲大乘不共法的定 那前面我们这样讲的大概就有一个印象 那现在来讲定还没讲还没讲 刚开始要讲 那前面已经讲了 就是八散乱 调局 但是他现在要讲所谓的九住心 那照理说 那么不管是 不管是这个 前面五乘共法 三乘共法 他的定都要经历这个九住心 他的定都要经历的就是 因为九住心实际上讲 还不能叫做定 九住心还不是定 那我们说过这个九住心 定一般 就九住心跟九次定定 应该是这样 九住心跟九次定定 内住 序住 这要讲九住心 内住 序住 安住 序住 内住 序住 序睡 内住 安住 序住 这一序住 Х 尊重取等詞 略須安見條及盡最審議尊重取等詞 久住心 他這裡的詳細解釋 照理講這個若元的話 他勉強這裡一般我們叫做味道地定 就等詞 這個還不是定 所以他叫做久住心 他不叫定 他叫住心 行住一次 久住心 那麼久住心後面他就是定 他就是定 就九次定定 我們叫做九次定定 這應該上次有跟大家講過嗎 不過我們稍微看 那但是在五線共法跟三線共法裡面 都沒有詳細講這個 那五線共法很明顯就是市場發電 我今天稍微介紹一下 那麼這個三線共法裡面 就是講到這個屬席官啊 不見官啊 然後講到一些 那這個是比較詳細講的 就次定定 這個才叫做定 那一般我們叫四場發電 那這個第一個就是出產的 然後當然第二個是二產 第三個是三產 第四個是四產 這個是社界的 設計人 這個當然就是異界人 那第五個 第五個是這個空無邊 這個四五邊 空無邊處 四五邊處 四五邊處 然後第七個無所有處 那背個幾次差不多都背起來了 你就反覆想個幾次 然後寫個幾次 很容易就背起來了 無所有處 然後你未來要想的時候你就 就是讀書的時候你把它 就是能夠把它 像抽屜一樣把它拉出來 然後想一下 然後你很容易就會灌動很多東西 空無邊處無邊無所有 非響非非響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無設計的 那通常我們把這個叫做四場發電 那第九個當然就是滅盡跌骨 我叫做滅獸想定 那一般來講這個是 這個是聖者才有的 那所以這個是初三界 阿羅漢才有 這是初三界 這個在三界裡面 這個在色無色界 這個是欲界 這個是欲界的 欲界的是心 酒住心 然後這個我們一般有可能 這個有可能是未到地點 這我不知道 但是有些說出產前面也不未到地點 然後這個還有個見分點 中間產 這基本上不講那麼多就講這樣 一般來講 那三政不共法裡面解脫的七一定 就是這個 從這裡到這裡 叫做七一定 從這裡到這裡 這個沒辦法引發五二混 沒辦法 沒辦法引發五二混 這個叫七一定 那這個到這個叫做四產八定 四產八定 四產八定 四產八定不是十二個就八個 八個 因為這裡叫產 那麼也是產也是電 它這個只是定不是產 只是定 但它不是產 因為產是峻率 它是思維 它這裡就沒有了 所以它只是定不是產 這裡只是定 只能稱作定 這裡叫做這裡是定 那這裡是產定 這個是產定 所以就變成 變成四產 然後八定 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現在就來講 這個所謂的九柱心 好 來 我們是講到三百四十四頁 好 那現在看九柱心還沒講 那現在只講到三百四十四頁而已 好 我們來看 絕了成語調 正知不散亂 好 他說以正面色先 達到了安住所緣的階段 這個前面一樣 調生 調喜 調心 但是它是 一樣是以屬喜為主 跟三聖不夠法的一樣 然後它講得比較細 講得比較小 那就要以正知來滅除 分成與調局的過失 我們可能看了這一段很忘記了 前面 我這個講到是八段行滅五過失 來看在哪裡 好 三百三十四頁 三百三十四頁看一下 由滅五過失 勤修八段行 有沒有 然後再看三百三十五頁這個圖 因為隔太久了 我們大概忘了 所以忽然間看到這裡 要以正知來滅除 分成與調局的過失 有時候會不曉得 是在說什麼 那我們不然回頭 過來看一下 就會知道 因為隔太久我忘記了 所以他說 以八段行滅五過失 八段行是哪一個 欲精進性清安 正面正知失守 那滅哪五種過失呢 懈戴望聖遠 分成調局 做行不做行 後面就在講這些 這些都現在都還在講這個 現在都還在講八段行 那八段行跟九次滴定 基本上都可以是禪定的次定 那要講它在哪裡 好來看三百十十九頁 現在先講八段行 我們剛才已經講到九次滴定 那等一下再講 八段行跟九次滴定 所以你看現在三百四十九頁 修訂的方法不一 到達的時間的因緣不同 助心的教授也說有種種 如八段行等多次 所以八段行跟九助心 它是同樣的 有沒有你看 助心的教授 那現在我們講的是九助心 那九助心是在八段行後面講的 那它現在是在講八段行 那八段行的功又跟九助心相似 好 那現在我們再翻過來看 現在在講八段行 所以它這裡講 以正知來滅主 分成與吊君 那這個我們翻到三百三十五頁來看 所以正知有沒有 三百三十五頁有一個圖有沒有 正知的上面是分成吊君 那下面的就是 下面的就是 你要滅這個煩惱 因為我們說 這個 跟上聖國功法是一樣的 就是你要先除掉這個煩惱 那麼你必須要有什麼樣的功德 那麼才能夠 才能夠滅除這個煩惱 斷除這個煩惱 那麼以正念來滅除望勝也 以正知來滅除 分成與吊君 所以 所以我們就翻回來看 所以它這裡就是 以正知來滅除分成與吊君 現在還在講八段行 吊君是貪分 是懶著可愛君 就想一些以前美好的事 或怎麼樣 就想這些 我們叫做妄想 心本上叫做妄想紛飛 比較是這樣 心不自在 引起心的外善 昏沉是吃分 就是 就是它比較沒有想很多 但是它也不會想一些 也不會意念什麼 我們就昏沉 頭很重這樣 昏沉沉 所以叫做身心沉重 引起色心所緣的力量低落 好像要睡又好像不睡 然後類似像這樣的 所以不太明顯 就是那個心的力量很雷落 不明顯 就是你沒有辦法觀察這個所緣 沒有辦法 就心沒辦法有力量 那昏沉是心暗昧無力 調舉是心妄想紛飛 所以心外善的力量 也一樣是沒有力 一樣是沒有力 因為你的力量分散 太分散了 那昏沉是你的力量死不出來 你的心力死不出來 好像被一個鍋蓋蓋住一樣 門在裡面 沒辦法出來 那麼調舉是力量不斷分散掉 沒有 攀元六成 想太多 所以不太明顯 他說初修時妄想紛飛 或者昏沉阿妹 這個就是吊子以後昏沉 與修子全部相應的重大過失 容易絕症 那多一般來說 像我們佛教徒 他修定的基本上主要是 像比如說禪宗跟進途中 那麼修都不太一樣 那進途中主要就是念佛 那你念佛也類似像九祝星的階段 那你正在專心念佛的時候 以佛化為所緣 你是以佛化為所緣 那你念佛的時候你坐下來 通常它是比如說你參加佛期 一樣啊 你走路的時候 打坐的時候 拜佛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這樣嘛 就是你站著送肩 那通常很少站著念佛 就是肩醒念佛 遛佛 我們叫遛佛 然後是拜佛 或是止盡打坐的時候念佛 通常是這樣 但你坐下來念的時候 或是你站著走著念的時候 你會發現妄想昏迴 那坐下來的時候 比較容易發現昏塵 那坐久了然後就昏塵 那吊雨 就是會打盾 就是你會發現到很容易昏塵 這個也是類似 那另外如果是禪宗的話 它後期的禪宗是以參話頭為主 參話頭 那參話頭 它的所緣就是話頭 不一樣 但是類似也可以發現這種東西 就是打坐 那一般的修長念佛方法 就是觀呼吸 就是觀呼吸 很簡單就是呼吸出呼吸入 這個是所緣 那如果道家的又不太一樣 道家的通常是這個氣 由這個鼻子進入 然後進到哪裡 就循環 就大作天 小作天這樣 觀這樣循環 那又不一樣 那密教的 密教的也類似也是這樣 氣邁明點 它也類似像道家的 它這個氣進去之後 道家的要一手丹田怎麼樣 就進去在哪裡哪裡 觀這個氣的運行 佛教沒有 佛教只是 氣只是 氣不是真實存下來 它就只是所緣 呼吸出呼吸入而言 那這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它都是專注 都是專注 都可以承定 都可以承定 所以它這裡講 那麼以修止 全部相應的重大故事 容易決定 其實就是分塵調局 這個很容易就會發現 其實其實很容易發現 但是有時候分塵 有些人也不會發現 有些人妄想打很久才會 為什麼一直在打妄想 但是還是會發現 那分塵有時候不容易 分塵就暗昧了 你連你自己在分塵 你都不知道 有時候也會這樣 但是久了你就會打頓 你就會知道 我怎麼睡著 我怎麼會忘 也會這樣 因為你分塵到很嚴重的時候 你身體會往前傾 然後會很容易掉下去這樣 那這個時候你也會知道 經驗 我深入大家也多參加過佛期 或是禪經 或是打坐過 大概會知道這樣 所以它說容易決之 那不是這裡所說的 那麼 這是前面 就是這一些 那些是比較淺的 那麼這裡要說的 就是比較細的 前面說的那一些 婚前吊詞 那些是比較粗的 比較粗的 他說這裡要說的是 念既然安住所言的 因絕了 所以你看 它只有定位就不太一樣 它這裡是微細的 微細的分塵跟吊詞 跟前面出眾的分塵詞不一樣 他說應該絕了 微細的分塵與吊詞 如不能絕了或誤以為定力安穩 就會停滯而不再進步 日子一久反而會脫落下來 因為你沒有辦法進步 就是往下掉 這是非常重要 當然你要修到 修到這個層次 你才會知道說 它到底在說什麼 到底為什麼這麼重要 如在休息中覺得影像 他現在告訴你 你怎麼樣去分別 怎麼樣去絕了 因為你在休息的時候 如果覺得影像不安定 不明顯 就是你不是很清楚 或是一下子有一下子沒有 就是你那個所言不安定 就是不安定就是 你所言一下子這樣一下子那樣 不明顯就是 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覺得有又覺得沒有 類似像這樣 那麼或覺得心力低落 那麼不安定不明顯 就是微細的調局 那心力低落不能本進 就是微細的什麼 昏塵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它這個是 微細成調存在的明證 就是你沒有辦法永本進進 這個是昏塵 微細的昏塵 那你沒有辦法 不安定不明顯 那麼這個是微細的調局 但是它看起來好像還是定 不是那個很粗的 很容易絕療的那種 混添調局 妄想奮兵 不是 所以它說只要正念安住 能相續意念綿密的照顧 就能升起正知 那這裡是在講正念正知 那麼知道成調已經升起了 或要起來了 能使心不向散亂流去 那這個是在 現在是在講八段行 八段行的正念正知 那繼續講這個做行不做行 因為八段行有正念正知 後面是什麼 做行不做行 我們就換回來看 因為這個名詞我們比較少看到 所以很容易忘記 我們換回來看就知道了 三百三十五頁 再看一下 就是正念正知上面是 分塵調局跟望聖遠 那做行不做行呢 就是施跟舍 那如果看這個圖 老實說也不知道它講什麼 但是它這裡就在解釋這個 這三百四十五頁 這裡就在解釋 三百三十五頁 這個做行不做行 好 翻過來看 三百三十三百四十五頁 還要翻回來 為斷而作行 卻切勿隨彼賺 絕了道為戲的婚臣與調局 就絕了道為戲的婚臣與調局 就是覺到了 就是你有覺悟 覺察到 覺察到為戲的婚臣與調局 甲齒由他去 或因沉調過失的深重 不容易潛出 就不設法對峙 所以它就是做跟不做而已 不是 你要不要對峙它 就是做跟不做 所以這種不做行的過失 要以失來對峙它 才能達到滅除成掉的目的 就是前面已經覺察到 那你不能覺察是因為 你沒有正知 正念 正念是要望聖人的 那你不正知 所以你不能念 你不能覺察 那你現在能覺察了 不代表你就能夠怎麼樣斷除 因為你不作為 所以說不作為 就好像說我覺察到我的煩惱 一開始是你不能覺察你的煩惱 我起煩惱的時候我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現在覺察到我在起煩惱 我挺生氣的 那你要不要對自己的稱認心 有些知道自己有稱認心 也知道稱認心不對 這個就是正知了 你知道自己起稱認心 也知道起稱認心不對 但是你沒有運用方法 或是想要把這個稱認心除淺的這個作為 你看也一樣 很多人會這樣 就是說我知道這不好 但是它沒有作為 那你就知道不好是不好 你就斷除不了 你沒有用方法 想方法是要斷除它 好 那現在的問題是塵跟調 那你已經知道 已經覺察到了 但是你沒有努力意願 有沒有審慮決定發動 就是這個絲 那麼你沒有發這個意願要去對止它 所以沒有推動心心所 那麼去使有所作為 這就是為了斷除成掉 而以詩來作行 這個叫作行 這個我們比較少看到 作行不作行 那詩基本上是這樣 審慮決定發動 這個還沒講 你再講 詩心所 所以它是審慮決定發動 要想 然後要下決定 要動發生孔 發動之後就什麼 造作 就是我們叫做行 作行 作行 所以這樣看就比較清楚 要作行不作行 那麼你不作行 那這個就是過失 所以要用詩心手 審慮決定動發發動詩 那麼去怎麼樣 要下這個願意願 要有這個意願 然後去斷除這個過失 發決定心 發決定心 那麼所以為了斷除成掉 而以詩來作行 切勿隨筆成掉等流 等流就是相續 讓這個成跟掉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 一直相續 那麼或增長下去 不斷相續 而且越來越厲害 就好像比成真心越來越強 或是每天都這樣 成真心 類似像這樣 那麼要怎麼樣的作行 那你說好 那我現在我想要發死 我以詩來要來斷除它 那要怎麼斷呢 他說如果成掉不太嚴重的 那麼成像現前 因為你已經有覺察到了 前面的正知就讓你覺察到 你有維繫的成跟調 那你要保守那個正知 那如果正知不見了呢 正知不見了 要再修回來 要從正念又開始修 那麼正念望勝眼 望勝眼就不正知 就像這樣 所以你成像現前 你就舉心而使他明了 有力 那因為他就是暗內無力 那你就用這個心 起這個心 讓他有力 或修觀察 就是你要觀察這個心 那他後面有講說怎麼觀察 他說如掉相現前 就下心而使他舒緩 那麼調情 調情就是心比較 比較活動性比較強 想這個想那個 活動性比較強 然後對定 所以你就要讓下心 就讓心 就心比較不要那麼強 讓它舒緩 或專修安住 就專門把心定在一處 所以在修止的過程中 舉心 一般來講 比如說他說沉跟調 如果沉 那麼你就讓心有力 那麼調是心太有力了 太散了 你讓心緩一點 就好像 就好像 這個就是心想中道一樣 就像二十一耳 一直想要解脫 心太急 佛羅叫他緩一點 那有些太緩就不行 要提起 要振奮精神 要提起來 那不一樣 所以他這裡 就是看你的心 擠還是緩 那你要調到中道就是了 所以在修止的過程 舉心或下心 舉就是向上 下心就是向下 向下就是昏塵 向上就是調去 向上 向下就要關修 那他向上 基本上是這樣 有隨心的情況 而應用 以達平衡中正的必要 所以這個是叫做八段行裡面的做行不做行 他說就好像騎馬的 馬向左 就讓他向右 這個馬就是我們的心 那麼馬向右 就讓他向左 就偏一邊 他說偏兩邊 左右兩邊 請跟緩兩邊 調局跟昏塵兩邊 其實是這樣 那你要常常保持正知你才知道 你如果不正知 馬跑右邊你也不知道 跑左邊你也不知道 心在昏塵也不知道 到底也不知道 那你有正知 馬往右邊你就往左邊拉 昏塵你就把心往右邊拉 昏塵你就把心往往往一點 提升一點 那調局你就把心放緩一點 基本上是這樣 總以持馬向中持去為標準 基本上就是中道的概念 休閒的觀念中道 不苦不熱不急不緩 不長不斷 好 但陳調嚴重的 假設很嚴重 不容易除淺 就應該修特別的對字 如沉默重的修光明想 就光明 光明想其實就是 那麼你意想會光明 或是有一些講經文的這一些智慧 經文的內涵 意義 但一般有些是光明想是 就是你閉眼的時候 你先取那個 比如說取那個魔的像 或是光明像 那麼眼睛閉起來的時候 那個光明像還現現 那通常 通常光明想有些是 比如說你從一個光 你開始光 然後光要擴大 不斷擴大 那等到你眼閉起來的時候 你一樣是那個光明像 那當然有些講光明像就是講精益的 精益的內容 那這裡講 沉默重的修光明想 或修菩提心等可欣喜的功德下 如吊舉重的應修無常得可等可厭換下 等 等沉吊襲去再依本來所修的 安住所緣而進修 那這個是不作行 作行不作行 為斷而作行 這個是所謂的師跟捨 在我們底下看 蔑食正直行 斷於公乎行 現在講作行 前面是不作行而已 現在講作行 如修行到沉吊洗面了 就能心平等正直 那死就應該不太無力 讓心平等正直而行就得了 這個叫做捨 就是你不要用力 其實這個時候就一般 一般類似像蜈蚣肉弦 你說你就不用太用力了 因為那時候就比較 比如說你在觀察的時候 跑右邊跑左邊 你要很注意 你這個時候要用心力很注意 有沒有跑偏 就像你開車 我們比較少騎 我們用開車就知道 開車再走高速公路 而且是很高 就是高速的時候 你那修長電信很專注 也是很高速的 你開高速公路 那個高速 比如說時速100 110的時候 你要很專注 你稍微偏一下就偏天氣了 那偏了 那稍微偏了你就要拉回來 你不能偏太過的 不然就能撞到 你撞到就很麻煩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非常專注 但是專注到一個層次了 你這個穩了 你車不會偏 那麼你很安定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不用那麼 不用那麼 不用那麼 不用那麼心那麼用力 那類似像這樣 好 所以他就 他這個時候就不太努力 讓心平等正式而行就得 因為他已經上軌道了 他已經固定是這樣 車不會偏 那麼路也沒有往來彎去 旁邊也沒有很多車 所以這個叫做捨 那麼捨時不加功用 就是沒有那個心力 沒有那麼用心或用力 讓心在平等正式的情況下 自由進行 這個就能斷於功行的過失 斷功行性就是 你太過用心力 太擠戰 或是太專注 這如騎馬的 馬不偏向左不偏向右 就應該泛寬江神 讓他目指的向前去 這時如一就把馬 將拉得緊緊的 馬反而會因不失意而走向兩邊 那就是調心的過程 一樣是這樣子的 那你太緊張 反而容易發生事情 也就是這樣 因為他已經是 已經是上軌道了 所以這個也說 叫做無功用心 那麼休止的也如此 如心理平等安住 還是為了防復成掉而作型 你就是還是很緊張 那就怎麼樣 反而使心散亂 你太緊張了 所以到這個階段 應修捨 舒緩功用 舒緩功用 這是第八段行的捨 能滅第五過失的作型 這樣心就快要等定了 那這個是八段行 和九祖新一樣 所以九祖新講到最後也是一樣 九祖新講到最後348月一樣 你看他最後一個是等詞 等詞 所以你看喔 348月倒數第二行 我們看到第九祖新 我們對照看 等詞是專注於氣的更進步 公污存手 不需要再加公用 有沒有 然後那個作型也是 不用再加公用 八段行的作型 捨不用加公用 捨就是不加公用 而任命自在 無善亂的相續而助 你看休息指到這個階段 就要得定了 是不是一樣 一樣 休息指到這個階段 這個是指而已 就要得定了 那這個八段行一樣 你看 這個 這個 心移到這個階段 所以要休息 休息 那麼 讓他目指的向前去 這個也是無功用 到第八段行 心就快要得定 所以就還沒得定 還沒得定 但是快要得定 八段行的九祖新是類似 但是他的 他的說法不太一樣 這樣而已 那我們八段行 講了 來看看九祖新 所以你以後就知道 八段行跟九祖新是 同樣修訂的前方便 同樣修訂的前方便 那九祖新是內序安靜條 那極境最極境 專注於去等詞 就是九祖新 那八段行是性靜 我們來看 我們再往下看 我忘了 八段行比較沒有長 遇盡盡性清安 正念認知跟思思 是這八種 遇盡盡性清安 正念認知思跟思 只要是這個 好 那換回來看 看看這個349頁 還不是 講錯 346頁 好 那八方行講完講究就是 內序易序住 安序附近住 條順及及近 赤罪及及近 當然你也可以背這個送 也可以這樣寄 我通常都是這樣寄 寄前面第一個 內序安靜條 那條順後面就是 極境最極境最極境 專注於去等詞 就九個 那前面就五個就以去 然後你當然可以背第一個字 背久的習慣了 就好像背久的懲罰一樣 自然而然你就知道了 內序安靜條 極境最極境 調順極境最極 調順之後就極境最極境 然後專注於去等詞 極最極專注等詞 就這樣背 那很快就會背起來 那這裡的寄送也是 就是讓你很容易背起來的 內序易序住 安住附近住 調順極即近 次最極即近 專注於去等詞 無作形 那你看等詞 就跟作形無作形一樣 那麼聖說子方便 不悅久住心 那麼佛說這個修子的方便 子觀 子觀 子就是定 子就是定 那修定的方便就是前方便 要修定之前要具備什麼 這個叫方便 就是哪有前面要做的這些事 所以修子 因為這樣子跟觀 好 就是定跟會 那不會超過九住心 就是大概就這樣的說 大家斷行九住心 從初學的色心到成就正定 有九住心 那麼也就是住心的休息過程 可分為九個階段 那為什麼叫住心呢 就是安住 心安住在於盡在 心一盡興 因為定是心一盡興 定是心一盡興 那你怎麼讓心一盡呢 當然就是住 所以他必須要先安住 那才有辦法 才有辦法一盡 好 一就是專一 專一於一個進場 心專一在一個進場 心一盡興 好 那麼我們先來看 先看內住 那這裡九住心其實 他後面有把它分成三個階段 我們先看 然後等一下 等一下看到的時候 我們就會更清楚 他基本上九住心分成三個階段 一個是安住所圓 內這裡 這裡 安住所圓 我們用黃色的好了 內住 敘住 安住 敬住 這個是安住所圓 調順 極盡 最極 極盡 這三個是調伏煩惱 這兩個 去向正定 就是要得定了 去向正定 他分三個階段 九住心大概分成三個階段 所以他是這個過程 安住所圓的過程 調伏就是色心的過程 調伏煩惱的過程 跟去向正定的過程 就是把九住心分成三個階段 他後面會說 那我們先來看 我們先畫圖給大家看 第一個 內住 一般人一向是心向外善 奴者稱為放心 如金犬又放肆 而不知歸家一樣 這個奴者是指孟子 孟子我們知道他是繼承孔子 他講仁義 孟子講仁 孟子在仁上就多一個一 仁義 那他說 仁 仁心也 義 仁路也 我們寫下 孟子 這是孟子講的 但他講仁義 Šk 他講仁義 還是像仁 氏 好 price 不等一下 要 judicial 當然 一 parce 人应该走的路 正路 那他说 他说舍其路而浮游 放其心而不知穷 舍其路而浮游 放其心而不知穷 哀哉 很可怜 悲哀 这个人心 这个是人路 他说人 其实就是你忘失人意 那么你的人心 那么你把这个应该走的正路 你不走 要知人意 你这个是你应该走的路 你不走 浮游就是你不会去 你不走 那么你的心放肆走了 你不知道去找回来 那他举个例子 导师这里有讲 好像鸡跟狗 鸡犬 鸡跟狗 那这个也是论服假的 他说人有鸡犬放 则知求 有放心而不知求 人有鸡犬放 何知求 人一般的人假设他有他家养鸡养狗 那放 放就是什么 他走私了 他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儿子求 他一定会去把他找回来 人由鸡犬放 放私就是他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不见了 不见了 迷路了 没有回来 就是跑出去没有回来 那么而知求 他一定会去找 但是放其心而不知求 有放心而不知求 一样是人 但是有放心 假设他这个心 假设他这个心放私之去了 但是他不知求 而不知求 却不知道去求回来 而不知求 我放心而不知求 然后说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心而已 那么我们现在学这些东西 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心而已 就是要把那个 把那个放私的心找回来而已 把那个什么心 把那个人心 把那个人心找回来而已 把那个善良的本心找回来 我叫做佛庆 他就像这样 求其放心 求就是把他找回来 放私不见的心找回来而已 也不过就是要把他 那学问之道基本上是 中文大学里面讲的 博学审问 圣诗明辨独行 就是学问 博学审问 基本上是这样的 这个是奴家这里讲的 鸡犬有放之而知求 那么类似像这样的观念也有 奴家也有 比如说人脸上有垢 类似像这样的观念 人脸上有垢 都知道要去把他擦掉 很快就发现要去把他擦开进去 但是心里面有烦恼 却不知道要去擦 一样的道理 类似像这样的一样的道理 我们先下课休息十分钟